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 1974年很红的一首《民谣摇滚》 Cats in the Cradle 最能到处关键所在 这首歌的内容很具体地说明爸爸跟孩子的关系 不是爸爸不好 而是爸爸太忙 忙着讨生活 四处奔波 孩子从呱呱坠地 孩子蹒跚斜步 爸爸忙着工作 没时间陪伴 他们幼儿园毕业 爸爸没出席典礼 上了小学 爸爸没陪他们游戏打球 因为还要工作 为生意 为生活充斥 孩子离朝上大学 孩子一意丰满 正次高飞 爸爸才天下大计 稳定下来 轮到孩子为生活 为事业忙了 一路走来 孩子从出世到他们正次高飞 他们常常看到的爸爸是背影 在孩子心目中 爸爸是那个为了一家人打拼的爸爸 一个他们最亲密 但又相当陌生的人 最糟糕的情况 如果大多数的爸爸都像 Catch in the Cradle 一个很忙 很忙 很亲的陌生人 一旦有时间相继 要谈心 爸爸既不了解孩子的心思 孩子也不了解爸爸的心思 如何谈心呢 不能谈心 那能谈天吗 如果我们这些爸爸从小到大 很少跟孩子沟通 如何找到共同话题 共同语言呢 如果相继时 大家只是同做吃饭 各自修行 各自打开自己的手机 刷刷刷刷 零沟通 身体虽在一处 零分界飞到千山万水之外 父子的距离啊 还是知彻天涯 我听了 Harry Chapin 的这首老歌 真是感叹 后来重返资料 近代中国人最成功的爸爸梁启超 是如何教导儿女 看了还真是惭愧啊 百多年前 中国从帝制王朝到走向共和 在这天翻地覆規变中 梁启超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是思想家 历史家 政治家 他的道德文章对中国人影响极深极眼 他比最大多数的爸爸更忙 修身齐家 他投身正治 他有治过平天下的伟大志向 但他没有忽略着爸爸的职责 他生了九个儿女 人们赞美他 一门九届三院士 儿女各个成才 而且是国家纪的顶尖人才 梁家儿女能够成龙成凤 一方面有他高智的DNA 不过更重要的是他的教养培育 我们的父母还保守孔夫子的 食不言 寝不语 乙辅的古信 一百多年前啊 梁家的晚上 常常是梁启超高谈扩论 希多知识学问 正是餐桌上天南地北中传授给子女 那去Google一下 关于梁启超这个爸爸 十分前卫啊 超越时代 和儿女做朋友 他虽然是政治家 轰轰烈烈的风云人路 但他也不设侧子之心 是个有气的人 他也培育儿女们做个有气味的人 每个儿女他都起外号 三女梁思义的外号是司马义 他关心儿女教育 但不要求成绩如何如何 他这么忙 儿女在外求学 或是到外国留学 他写信给儿女 多过儿女回信给他 他培养儿女注重的是 性格坚毅 刻苦学习 做人要有情有义 做人做事做学问 莫问收获但求更淫 因为更淫是自己可以努力 可以掌控 但收获成就 却不在一起完全控制的范围 因此不要在意 不要焦虑 千言万语 一句话 两起超儿女 各个成龙成凤 他这个爸爸花了很多时间陪伴 教导 尊尊善幼 沙罗麦王写了几多真言 真是治理之言 比如 真言二十二章六节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离 真言一章八节 我儿 要听你父亲的信慧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我们这些爸爸 最大的问题 我们像Cats in the Cradle 为了生活忙 没时间陪伴儿女成长 没时间教导儿女当行的道 注意招的是国有国法 家没家归 因为做爸爸的没有信悔 因此我们与儿女的关系 苏黎各合 他们会在母亲界给妈妈庆祝一番 但父亲界 他们或许会问 有吗 有父亲接这个节日吗 如果不想继续做个失败的爸爸 爸爸们 我们赶快黄扬补牢吧 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记得我的分享 有亮光或帮助的话 请你转发 按like 或者subscribe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